大家好 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相信大家都知道 美国将在今年年底举行总统大选 而今届的总统大选也是非常具争议性 而这个争议性更加是一届比一届高 在没多久之前特朗普遭遇到暗闪 不过他死好命子弹只是拆过他的耳朵大难不死 以后来拜登也宣布退选 那一由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出选美国总统 更为有趣的就是自从特朗普大难不死后 他的民意可谓升到爆灯 但自拜登退选之后 那一由贺锦丽顶上 反而在某些民意调查里面 竟然出现超过特朗普的情况 这个结果也令人大跌眼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上一届的选举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时 也就是2021年1月6日的时候就出现冲击国会大厦的事情 势到当时特朗普差点被控煽动叛乱 而且全国各地更加出现大规模骚乱的现象 正因为特朗普这么惹火 如今美国的媒体就开始向公众警告一件事 就是警告新放美国的右派暴力 据美国媒体所说 他就是引述一名FBI的善人 他就警告美国在2024年一个这么紧张的选举里面 必须要新放极有势力的冲击 而且这名善人还自称他是曾经一名参与3K党多年的臥底 这个人就叫做Joe Moore 他就说他是负责 调查这个百人至上组织 以及同其他成员和组织的联系 除此之外他更加成功破坏了一项任务 这个项任务策划暗杀行动的计划 据说这三名3K党的成员更加是担任辱警 不单只是这样 他更加是媒体上要求大家要特别注意 极右与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 因为这些都是极为暴力的团体 当你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要学会怎样去应对 然后文章就引述 路透社在五月份的项文要调查 当中就发现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就担心 会在今届也即是11月5日的选举里面会出现政治暴力 现在有没有暴力呢 大家都不知道 不过他现在这样公开说 某个程度上也是上司是引导公众舆论 去怎样面对这次的选举 当中有两个看法就是 如果你是害怕这些暴力的情况的话 那你就要投民主党了 因为在上届美国总统卸任那时候 也就是2021年1月6日 就是发生非常严重的暴力冲突 而这些暴力冲突也是支持特朗普 所制造出来的 这些极有群众包括极有的组织 3K党 甚至乎有些阴谋论组织 也都有参与的 所以支持特朗普的人 亦都可以被视之为崇尚暴力的一帮人 因此 到总统选举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做的了 之后 你明 FBI 善人 Joe Moore更加港道 极有的意识形态 是世代相存的 如果你是成长于一个 白人至上极有意识高涨的地区 就很自然 你就会感染到这种的思想 而且这个意识形态更加是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之后他也说到 他以前是怎样混入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组织 据说他当时是 2010年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 3K党大英骑士这个组织的一个小头目 而且他也成功破坏了一件可能会发生的案件 据说有三名属于白人至上主义的辱警 密谋策划谋杀 一名黑人前罪犯 另外他在这个组织里面 也推翻了两位3K党的重要人物 接着他也特别看到 他在3K党潜入的时候 正正是这个组织成立了150周年的纪念年份 而刚巧成功破坏了一宗 尝试刺杀奥巴马的阴谋 后来他也看到 3K党很喜欢拿奥巴马作为他们的集会的宣传海报 拿奥巴马的样子来吸引更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来加入这个组织 接着他还说 如今美国社会除了暴力之生之外 最可怕的就是这些白人至上主义的组织 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尤其是选举临近了 民主已经变得岌岌可矮 大家都应该要非常警惕 接着他也说他自己曾经遇上一位3K党的领袖 而这名领袖就是位于佛罗里达州一个叫Rosewood的地方 这个阵又很有趣的就是 在1923年就曾经发生过大规模针对黑人的种族屠杀 整个阵就被摧毁 他还说这名3K党领袖 还曾经带过这名FBI善人去走访的地 曾经发生过屠杀的遗址 但他看屠杀过的遗址不是说要去纪念今次的屠杀 而是要记住那次的屠杀是做得对的 这样也行 如果类似这种极端思想发生在中国的话 根本早就没可能继续存在 但在美国就真的很有趣 可能这个也是因为美国特别充满着言论自由 任由一些怪人去宣扬这些极端邪说 而且到目前为止 3K党仍然是非常活跃的 还有就是他这一次的所见所闻 后来也曾经成为一则案件的法庭记录 原因就是他在今次所遇到的事件 就是在后来要指正在当区的3K党领袖 用来证明这名3K党领袖 心里面是有着极端的思想的 跟着也讲及到 在2021年1月6日爆发骚乱期间的事情 那次的暴乱就是国内的暴力极端主义团底 推动他们上到前线 成为冲锋队的一次袭击 当中也都展示出3K党 仍然是美国暴力白人主义的核心组织力量 据他自己说当他混入到3K党的时候 他是力图保持着政治中立 不过细猜不到的就是 在佛罗里达州的州政府官员里面 有人是跟3K党有关 还有些官员私底下跟3K党有非常频密的往来 并且多次将政府的机密出卖给3K党 还说到这个问题是比一般人 所普遍认为更为严重 不过后来也有当地的州政府官员发表公开声明 就说目前州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被3K党 渗透到很严重 最多就只是几名警官是属于3K党成员 虽然3K党积极招募新客 但是如今这个党一直出现成员不足的情况 还说到这个党就不是想象之中那么强大的 这里就好笑了 媒体引述了一个叫Joe Moore的FBI特工 同时也引述了州政府的官员的口述 一个就说很严重 另一个就说很轻松 究竟哪个才是真呢 这篇文章就没有给到一个结论大家的 说回这名前FBI善人Joe Moore 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发现有多达三分之一的3K党成员 同时也是其他的极有组织成员 以及一些民兵组织 原因就是他们加入其他的民兵组织 就是受到高层的鼓励 当中有什么组织呢? 其中一个组织的名字就叫做《誓言守护者 of keepers》 它是一个极有准军事组织 在2019年成立的 这个组织是由现役和退役的军人、警察、急救人员 以及其他有军事或者执法背景的人员所组成的 这个组织声称他们的目标就是捍卫美国宪法 同时他们也认为抵制政府过度干预 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权利被滥用 要加入这个组织每名成员都需要宣誓效忠宪法 以及表示不会执行他们认为违宪的政府命令 尤其是抹夺公民权利和枪支拥有权的命令 还有就是这个组织极为支持阴谋论 同时也非常反对政府极干预行动 例如管制枪支 以及其他他们认为可能是侵犯个人自由的政策 而且这个组织在很多不同的活动里面都有出现 而且也是颇为知名的极有民兵组织 他们除了参与过大量的政府抗议活动之外 更加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下冲击的事件 在那次的事件里面 也成功逮捕了几名off keeper试言守护者的成员 而美国政府也认定这个组织是暴力组织 除此之外也有另一个民兵组织也是极有的 名字很有趣 叫做三个百分比者 成立于2008年 为什么叫三个百分比呢 据说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就有3%的 美国殖民地居盟积极参加抗英国的战斗 所以就以三个百分比来到去表达他们是属于小数 和肯站出来捍卫美国 捍卫自由 反对政府压迫的一班人 还有就是这个组织也都同我刚才所提及过那家off keeper 一样的非常之支持第二修正案 反对对枪下有任何管制 同样地这个组织也都是包括一些现役及退役军人 又或者有执法人员甚至乎军事背景的人士加入 他们还说到这个组织是为了保卫宪法和人民权利的武装力量 在美国类似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就真的很多很多 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地方 也都会将不同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组织整合在一起 而且这个问题可谓世代相传的 也都因为这样 令到这个种族主义的基因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也都能够解释到为什么美国黑人的权利永远就好像比白人差一点 虽然美国就口声声说自己是民主的灯塔 是讲公平正义 也都欢迎世界各族的人在美国追寻美国梦 但实际上在美国不少的社区 大家的对立和冲突都仍然是处于非常严重的情况 甚至乎有那么多类似的3K党的民兵组织在美国不同的州份里面 相信这些很多人都知道 但为什么在今时今日就有美国的媒体看一篇这样的文章呢 当中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支持特朗普的人都是极有的3K党成员 全部都是支持白人至上主义 这些信息也影响得到投票人的意向 尤其是也影响到有色人种他们的决定 为什么呢?很简单 当你看到这篇这样的文章 写到大家都要警惕 可能真的会爆发来战 那么你这么多人这么害怕的话 有可能不敢投票给共和党也不一定 但是如今总统选举反而就只能靠类似这样的软性的文章 直辞散杯一种的恐惧 就希望会投票的人一定要三思千万不可以投票给对家 所以这篇文章最终就希望引导读者要好好思考 究竟到选总统的时候要投票给哪一个 总体来说这篇文章所引用的东西都是来自一个人的经历 我们虽然能够质疑他这个人所碰到的事物或者他遇到的经历是真还是假 我们也可以假设这个人也就是这名前FBI成员所遇到的事情是真的话 也都遞显出美国社会那种深层次的矛盾 而且这个矛盾是严重到根本是没办法调和的 藉着这些软性的文章来尝试引导民众的投票意愿 但是咯我们再看回美国的历史 不用看太远看回过去20年 为什么美国社区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对立 能不能完全怪罪一些极端主义呢 为什么美国社会出现极端主义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呢 会不会是执政者做出一些无视人民应有权利的事情 又或者执政的质量出现每况愿下的情况 去到今时今日又再打种族主义牌 来对引导选民的投票意向 究竟这种状况是不是健康呢 这一切我认为美国人都应该要好好地消耗一下 实际问题到底是出自于哪里 而不是不断地将社会的矛盾 掃诸于种族主义的 没错 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很严重 这个也是人所共知的了 就算说多少类似这样的经历都好 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 而当中我有一个质疑的就是 为什么之前不提出来 为什么会去到 就来总统选举的时候就特别将一些 种族主义的问题搬出来说呢 对此配合的动机我就抱有很大的怀疑了 好 关于美国的话题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